来看到今天的透视焦点 前一天联席会后抛出的一中论点 引起了台湾各方讨论 民进党指出联席会论调在台湾仍然有争议 要求马总统说明是否受益连战 发表这样的言论 联席会之后 连战抛出一个中国两岸和平等16字论述 对此民进党认为 这个论点是在配合中共统战 马总统应该说明是否授权连战 发表此论述 对于连战的谈话 我们发现台湾的尊严更倒退了 只剩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 但是连战在出发之前 曾经见了马总统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请问马英九总统 连战在中国的谈话 有得到你的授权吗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两岸交流 两岸处理之间的事物 最危险的就是不透明 而在接下来的连户会 连战认为在两岸各方面建立互信 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工程 提出两岸政治对话 未来无可避免 我觉得这个根本上是违反民意的 因为他们所讲的 连战去讲的就是 中国他们定调的东西 连战会引起争议 民进党强调 两岸交流不能假和平之民 牺牺牲台湾的主权民权与人权 强调两岸对话 如果缺乏民主程序 只会得到短暂的和平 新唐人也在电视 今天想要留自营 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